新質生產力是關於產業的發展 第一是我們有先進新型的產業體系和供應鏈 其實新質生產力是利用科技、創新、環保、品牌等各方面的元素 包括人材方面 有一些新興的產業出現和新的模式、新的市場 其實這些是很新的概念 不是單單的創新 而是由零至一的創新 即是由母至有 亦是證明我們需要從科技、特別是科研方面 例如是產學員的合作去做 在科研上,特別是基礎科研 我們有很多成果出來 問題是我們如何將科研成果去落地 或者成為一個產業 因為生產力就是你要成立一個新的產業出來 所以這方面我們可以做到 就是跟業界、科研界、業界多些溝通 打破壁壘 而新質生產力也在說 我們要建立一些高質量的一個產業體系 亦都是一個完整的產業體系的需要 香港都可以在科研方面 設計也好 一些新材料 一些中市生產 各方面可以去做一些貢獻